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这几天非常火的一个币 叫SOS 这个币的话 如果你过去有任何在OpenSea上面 有任何的交易 你都会有这个空头 那现在说到这的话 大家就马上去看一下 你有没有这个空头 那但是不要急 之后这几天的后面 我会教大家如何去领这些空头的币 那我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个币 我们领完空头以后 需不需要砸 还是需要留 还是我们需要加仓呢 这个币的长远 我们怎么看 它是不是我们web3的 这样一个导火索 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好吧 那我们今天好好讲一讲这个币 我们方法不得说 Let's go Are you guys, welcome back 如果你喜欢今天节目的话 如果你今天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一定要在下面点个赞 把下面赞点烂 好吗 然后呢 今天我说的所有的东西呢 都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这个投资加密货币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好吧 都做好这个自己的这个research 叫我们啊 行话叫dyor啊 就是说do your own research 好吧 都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OK 首先呢 最近啊 就是说这个币真的是非常火 已经火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我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币的时候呢 我在我的instagram上也发了story对吧 现实动态 然后呢 我在我的youtube上面也发了post啊 所以呢 你一定要关注我的所有的这个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的频道 包括我的instagram也好 如果你不完美instagram的话 一定要关注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 我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这么好的东西的话呢 一定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发推文告诉大家的话 所以呢 你关注我的话 你第一时间就能得到这些消息啊 那那个时候我在发这个推文的时候 我记得这个币价也是刚刚开始啊 还是一打头的啊 现在已经是五打头的还是六打头的了 对吧 当然它中间有上去过到十一乃至于十二啊 所以呢 已经是 如果我发了第一个帖和发了第一个推 你看到的话 你买入的话 那最高点你现在已经十几倍了 已经十几倍了 对吧 那你现在跌下来以后 现在腰斩以后 你还是有五六倍的收入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定要快啊 玩币就是一定要快 所以呢 你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社交媒体账号的话呢 你就有这些比较好的东西 那如果你在这个投资带我飞团里面的话呢 我会分享更多的啊 一般人不知道的一些好的一些东西 我会在那里面做一些独家分享啊 如果你想了解投资带我飞团的话呢 我在我的每期视频的这个描述栏里面都会有连接啊 在下方的描述栏里面啊都会有连接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了解一下我的投资带我飞团 OK 话说回来 那什么是SOS呢 它其实是原始的是一个meme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注意到来说 OpenSea要发币了 OpenSea要发币了 对不对 然后呢前一阵子 那个OpenSea的这个新商店CFO就说 我们成长这么快 如果不考虑上市的话呢 其实都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句话听上去都没有错 对吧 因为一般来说 在公司发展快的情绪下呢 都是要融资要上市 对吧 因为上市以后会有更多的钱进来 这句话听上去没头 但是在我们B城这句话就听上去不对了啊 你要上市 那就说明其实还是一个资本游戏 还是割我们韭菜的游戏 那我们现在要web3来临了以后呢 我们要这个一般的人要翻身当 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要翻身当主人 对吧 所以呢就是说 你不能上市 你先要走发币 你要发币这条路线 你要回馈给我们这些 一开始支持你 在你的这个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OpenSea上任何一个交易 都是2.5的手续费 对吧 我们给你们交了多少手续费 对不对 我们交了这么多手续费 我现在一共在OpenSea上面的交易 有一千多个以太 那大家可以想想2.5%的话 我已经给我个人给OpenSea已经贡献了20个以太了 20个以太以今天价钱来讲 已经是差不多十几万 十几万美金了 在开什么玩笑 我给OpenSea已经贡献了十几万美金了 那你现在跟我说你要上市 对吧 那我不答应 我又就是说要发币 所以呢 推特上啊 各种这种玩NFT的 我们这种NFT 就是说 就是说要发币 要发币再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组织出来了 叫TheOpenSea就发了一个币 说OK 我给你们所有OpenSea在上面的人 交易过的人 我全给你们空头一个币 OpenSea不做 我们来做 我们自发组织来做 对吧 然后发了一个币以后 哇 整个推特就那天就爆炸了 你在整天发币的那天 你整天24小时之后 你都是看到推特上面 全部都是铺天盖地的 这个SOS的币 每个人都领了 都是这些玩NFT的人 所以呢 之后OpenSea出来也说了 就是说 这个币跟我们没关系 这个币跟我们 我们没有发这个币 但是也不耽误这个币的掌势 发了以后 这个币就是一路冲天 从最底点到最上点 一直到了十几倍 非常恐怖 那这就是整个这个Meme币的故事 但是一开始这个币呢 是Meme 是Meme之后的话呢 最近这个创始人啊 就是说这个在推特上面 这个人叫9乘9乘9 又又发推了啊 他说这个币呢 他们一开始是往Meme的方向走的 但是呢 现在他觉得就是说 随着Web3的来临 Web3的来临 然后呢 他想把这个呢 完成搞成一个质押性的 然后呢 之后的话呢 有可能再出自己的 这个NFT的这个交易平台 然后呢 之后的话呢 他是想往这个稳定币算法 curve的方向去走 他想把它做成一个 NFT界里面的这样一个curve 这个curve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DeFi里面的这个 非常龙头的这样一个项目 对吧 他是走DeFi路线 但是这个人呢 就是说他想把这个SOS呢 做成这个在NFT里面的这样一个 curve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这还是不错的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来看看啊 如何去领这些币 这些币SOS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币啊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OK 首先呢 我们看来一下他的这个网站啊 他这个网站呢 叫网址是theopendao.com啊 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个这个域名啊 不要进错了 小心被这个诈骗网站诈骗了啊 一定要去这个网站 或者是呢 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 CoinMarketCap 或者是CoinGecko上面找到这个啊 找到这个以后呢 从这边website进去也是可以的啊 找到这个SOS的这个币 从这进去也是可以的 那首先可以看一下他这个网站啊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过去在OpenSea上面啊 还有 有过任何交易的话 现在呢 还是去可以claim的啊 一直到明年的6月30号 目前是这么说的 到明年的6月30号 之前都是可以的 中间的话会不会提早结束 这个我们不知道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现在呢 啊有的话呢 都要去啊 免费去领一下一下这个空头 好吗 在这边只要连上自己的小狐狸 连上自己的钱包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钱包啊 这是我很多钱包里面的其中一个钱包 但这个钱包算是我一个大钱包了啊 这个大钱包的话呢 你连上以后他就会告诉你啊 你是这个有这个airdrop的 有这个空头的 他会告诉你 你在OpenSea上面一共交易了多少啊 注意这个不是我买了多少啊 这个是我买和卖总共的交易额是多少 我一共交易了1069个以太啊 然后呢 一共有250个transactions 那这边的话呢 他怎么样算你空头的这刚一个币呢 就是说 呃 我们一共把这么多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部分啊 就是我们一共交易额的部分啊 乘以0.7啊 然后呢 得到这么多币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交易次数乘以0.3 就是说这简单来说 就是这边占30% 这边占70%啊 然后呢 两个相加 这就是你总共的得到的这样一个币啊 那给大家一起看啊 现在的话呢 我差不多在50亿啊 就是说空头了50亿的这样一个 SOS的这样一个币 那下边的话呢 这边他会告诉你啊 一共百分之这个币的总共的50%会给空头啊 就是说我这咱们的这个空头 这里面的币呢 就是从这个里面过来的啊 然后呢 还有之后20%的话呢 他是给这个staking的这个奖励啊 就是说这个质押的奖励 因为他需要流动性嘛 所以他需要质押对吧 然后才能会有这个币价 才不会看他啊 而且会有人提供流动性 然后10%呢 是提供啊 有人做LP啊 给LP对人提供流动性 这边的是质押啊 然后剩下20%的话呢 他是给其他的任何一些奖励 比如说support 其他的artists啊 nft community啊 这种support啊 这个整个的这个token呢 应该就是这样一个分布的啊 这样一个分布 那我们先看他的这个币价 他这个币价的话呢 从一上来的时候啊 第一天上来以后就 短时间24小时之内啊 直接上了 直接上了10倍啊 直接上10倍 这个有点不准啊 他最高的时候打到了差不多 已经比这个还比这个还高啊 应该到这个部分啊 到这个部分 这个不是很准啊 那这个只是一个大概 但是现在的话呢 大家又开始滑落 下来下来下来啦 因为有很多的人 其实在这个点位呢 他看啊 从最低点到最高点 已经差不多10倍了 然后呢把自己手里很多的空头 就直接卖掉了啊 但是呢下面的话 接盘也是很大的 但是现在呢 其实说实话 抛压还是非常大的啊 他最近这个一直在5和这个6啊 中间一直在这个徘徊啊 抛压还是很大的 我个人觉得等这波抛压过去了以后的话呢 如果这个盘子还是够硬的话啊 还是会 之后还是会往上涨的啊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Ether scan啊 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合约情况 现在的话呢 这个币啊 总共有21万人的holder啊 就是说有21万人有这个币啊 这个数字已经是相当恐怖了啊 21万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21万holder已经非常厉害了 然后现在的话呢 也有差不多将近80%多的人 已经claim他的这个币啊 这个币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数据的话呢 提供流动性有人swap对吧 然后这边还是有人在继续claim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还是有人在claim claim claim 就是说这些人全都是 还是在领自己的空头啊 还是有很多人没领啊 大家可以看 这就是30多秒前 每分钟都有人在领啊 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币 还是有人在领对吧 OK 随便再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没有领的话呢 一定要去到这个他们的这个网站啊 连上自己的钱包以后 点这里就可以领了 点这里就可以领了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连了以后呢 你一定要看这里啊 连这里你的这个数字是多少 不要就是说 比如说你几千个 或者几万个你也领 那这样的话 可能你领的这个东西 还没有这个你的这个气费高啊 那就算了 就不领先放这对吧 那就别跑不掉 没有气费高的话 咱们就算了 但是如果比气费高的话 或者比气费高很多的话 还是值得去领的 还值得去领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看一下我现在是多少个以太啊 那可以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呢 我如果是swap的话 应该它是给我8.5个以太啊 就是说一共这个钱包里面有这么多的SOS 对吧 然后呢 是8.5个以太 以现在的比价来说啊 然后呢 应该是34,000美金啊 所以还是不错的啊 就是说一共给了 我 我记得最高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到达了快6万美金了 在最高的时候 现在已经腰斩了下来了啊 现在已经下来了 因为最高的时候比现在差不多高一半啊 所以呢 就是说最高的时候达到了6万多美金啊 但是现在的话就下来了 不过也没关系啊 反正我是空头的 我就拿着了 好吧 那如果现在还没有在这个领取的朋友呢 一定要现在就马上去领取啊 我个人还是比较长期的去看好这个币的 所以呢 我但是我现在就是没有钱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已经领过的话 如果是没有花钱领过了 你是完全啊 给你空头的 你就领着吧 对吧 反正就是花一个七费的钱 无所谓 如果你现在是 就是说之前你还没有买 现在想买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以等到这个5的点位 看看行不行 能达不到5 能挂一个单 看能不能吃到5的点位啊 但是现在说实话已经比较高了 因为就算是5的话 你从最低点到上来已经5倍了 但是从上面最高点下来 其实也有腰斩啊 我觉得就是说在5左右其实一个比较好接的一个点位啊 FARGS那最后的话呢 我想说啊 就是说这个币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即便是他从最高点的都下面已经腰斩了 我的币一个都没有卖啊 我的币一个都没有卖 我还是拿这些币 因为说实话对我来说 我之后又花了以太 又加了些仓买了一点 但是加的也不多啊 那我个人是还是蛮看好这个币的 我现在也没有卖 所以呢 我继续会持有这些币啊 我是蛮看好的 我觉得这个币的话呢 在明年应该会有更大的一些涨幅啊 现在的市值还是太小了啊 还是太小了 已经还没有到达太好的一个市值 我觉得这个币呢 可能有可能跟狗币跟西吧 跟柴犬币都是有可能去拼一拼的啊 所以呢 我还是比较看好这个币的 之后的话呢 也有可能还有一个啊 几十倍的涨幅 我个人是蛮看好的 OK那我们就现在拭目以待 看以后还会不会这样啊 那花周回来了啊 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想投资这个币的话呢 也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research啊 不要说盲目的去跟风 我的币呢 都是空头来的啊 我虽然花了一些小钱去买了一些 但是买的也不多啊 所以呢 大家都是一定要就是说看好这个币 研究好这个币 再做自己的投资的选择 那还没有去领空头的朋友呢 一定要赶快去现在领空头 领空头好吗 然后呢 我也想知道你们领完空头以后呢 你们觉得开心不开心啊 这个元旦 这个圣诞过得爽不爽 对吧 然后呢 我想知道你们在下面领了有多少币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让我知道好吗 有没有超过100亿的 我也想知道 有多少人超过100亿的币啊 空头 那我想知道 你们到底领了多少币 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还没有订阅我频道呢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这个小铃铛 所以你下次不再错过 任何发片和直播的时间 如果你喜欢今天视频的话呢 一定要在下面点一个赞 把赞点赞 记得分享给你其他的朋友 你的其他朋友 如果有在open市场交易的话 他们有可能也有可能领到这些币 那最后的话呢 我想说啊 上次我说的这个抽奖啊 在这个下一次 在这周啊 差不多元旦附近啊 到时候呢 我会开一波直播啊 然后到时候的话 提前我会做一期 这个premiere 让大家知道 我什么时候开始直播 到时候呢 然后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来参与我的直播 说不定这个新云儿 送的猴子就会送给你 你就是那个新云儿 我会把猴子送给你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了 祝大家好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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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